观众朋友们 今年的双11又来了 而且今年的活动好像比去年的还要多 但是规则也更加的复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透车这些规则呢 双11合伙人 组队PK人气 极能量瓜分10亿红包 我觉得以我这种智商是看不懂 我现在要去请教一位高人 小车 这个活动什么意思啊 怎么佳人什么PK 别跑 一把一把八把 到这一把一把 一把八把 我这的移动就是哪一把 好 spann int 说完我算是懂了 今年的双11就能量分为两大块 一个 就是拉站队的机能量 一个就是签到机能量 拉站队的机能量就是组一个队 然后让这队的人 不断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去点赞 好 点赞赢了之后 那些能量就是你的 然后就可以变成钱 然后每日签到呢 就是去阿里旗下的这些APP 每天签到 然后就可以收集能量 然后就可以换成钱 那最后到底能换多少钱呢 呃 我只能说 也就是一顿饭钱吧 领购物精片 满400减50 哎 这下这个活动呢 满400减50 那我看到那个不变光的手机 啥啥呢 那块手机不支持用这个精简 那我就买再看这个鞋吧 那个也不支持 这种满400减50 看起来真的太诱人了 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 这个今天有些商家支持 有些商家不支持 反正我想买的都不支持 交定金参加预售 那个神仙水啊 在官方店交100块钱 定金收持一个优惠 在这个店看也是这样子 交100也能优惠 哎 那你当然能优惠多少呀 这个到双11张店才能知道 我这个也没收多少钱 就撒问号 都说货币三家 可是我买的东西 他给我三个问号 告诉我双11那天才能告诉我最后的价钱 那我哪知道我又能买亏 那如果我每家都付定金 好 那定金又不能退 我要损失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这完全就是在拼运气嘛 今年双11的活动大概就是以上这么几个 我觉得今年的双11完全就是在消耗自己的人情 为淘宝做廉价劳动力 之前我们还在吐槽 奇迪古六和古文夫发来看一刀 现在我们都已经光荣入伍了 果真我们真的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 我觉得本来一个开开心灵的剁手节 为什么要搞的这个样子 弄的大家也太累太有负担了吧 我们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这个上面 我觉得确实有点本末倒是 有这些时间 我们还不会多读一本书充实充实自己 最后如果你要问我双11怎么买最划算 不买最划算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